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到這個 位於日本的天堂海灘 Paradise 但是老實說我有點失望 釀方也蠻失望的 真的這個超小的 而且上面擠蠻多的那個要租的椅子 然後到處都是人 然後也沒有很漂亮 是蠻漂亮的啊 可是我覺得我們上次去的那個比較漂亮 而且這裡真的為什麼那麼小啊 很小啊不知道為什麼 到底天堂為什麼那麼小 怎麼會擠那麼多人 然後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也是爬了穩 然後也是有很多網友說天堂海灘很漂亮 那還是我們來錯地方了呢 我在想 其實 你覺得 就被網友騙 我覺得應該沒有錯啦 阿司機幹嘛騙我們啊 是不是齁 我們就搭公車了齁 對啊我們什麼時候沒有被網友騙 好啦網友天堂海灘 在此不推 不推不推 不推 大家可以去別的 哈囉 嗨大家 就來一次我們剛剛 沒錄到整個 再想一次 我剛剛就覺得鏡頭怪怪好像沒有 現在有了現在有了 今天要在那個 Paradise Beach跟大家聊 意大利 沒錯 然後因為沒有什麼空間 我們只能這樣 因為太低了我會點 趴著跟大家聊 對 對 因為每個地方可以放 只要這樣 趴這個地方 大家還是可以看到 後面有一些 海景 美景 然後有人在那邊 曬的那個景色 對 但我們兩個人 是沒有很喜歡 因為這邊真的好擠 好小 太低了 對 然後後來 意大利 然後再來 意大利 首先 喔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 那個扎眼文化 嗯 就是呢 其實只有米蘭才有 嗯 米蘭扎眼文化 真的是只有米蘭 沒錯 真的不誇張 這真的沒有在誇張 而且他們就是 無時無刻都在吃冰淇淋 開要超晚 跟我們夜店一樣晚 大概要一兩點吧 冰淇淋的店 就是有沒有 他們那麼愛吃啊 而且他們可以分得出來 就是哪些是好吃不好吃 我們都分不出來 像我們都隨便亂吃 然後我們推斷 就是跟我們那個 烏肉飯的道理一樣 就可能我們台灣人 也吃得出來哪一家 烏肉飯好吃哪一家 比較不好吃 對 可是自己也做不出來的那一種 對 到底是一樣 三步一景點啦 義大利 超酷的 之前在佛羅倫斯 就有跟大家說過啦 就是 那邊 因為義大利 就是太有文化了 所以走一走走一走 就會發現 欸 這好像是書上寫的哪裡欸 就是 景點有夠多的 然後佛羅倫斯最誇張 因為佛羅倫斯 每個景點都很近 然後我還蠻喜歡那個城市的 就走一走就發現 欸 這不是書上那個地方嗎 對 然後後來他們早上的時候 就很喜歡去那個咖啡店 嗯 就是去點了一杯咖啡 他們的咖啡是怎麼樣 就是很小一杯 Expresso 對然後他們都加超多超多糖 大概至少有兩三包以上 兩三包以上 對 然後我喜歡站在那個吧台 對 就站在那個吧台上去就喝掉一杯這樣 嗯 就是他們早餐 早晨一天的開始 對 像我們來天那種的 都不算一個咖啡 對 他們就覺得那個不是咖啡 因為牛奶太多了 可是那個糖也太多了吧 這到底是在喝什麼 他們很愛啊 意大利人很滷 喔意大利人很滷 超滷的 我覺得女生來就要小心 要不然就把自己弄得醜一點 就是 就在臉上塗個碳之類的 要不然他們真的會煩到你 就是很煩 一定要要到你電話 或是他就留給你電話 我們就已經說 我們在這邊沒有手機了齁 就不知道要什麼 就不知道要什麼 他說我 I give you my number 為什麼 I don't want it 很煩耶 就長得也很普通啊 很醜好不好 然後煩惱 對啊 女生來要小心 義大利人超煩 教堂穿著 教堂就是大家知道 就在這邊經教堂 不能穿得太肉 不能肉肩膀跟大腿 上肩膀 如果怕熱就可以參考 之前freaky的穿著 對 然後 就是他們這個抓超遠的 可是他們其他地方明明 就是抓超鬆的啊 什麼都很隨便 走在路上大家也穿得很隨便啊 對 這邊也露超多的耶 可是這經教堂都要抓眼 可是因為這邊要這麼熱 所以我們就很難穿這樣 長褲耶 impossible 對啊 所以大家只好就是 弄皮肩 外面超弱的賣皮肩 真的真的 超醜的 超醜 對啊 然後大家來義大利 就要注意這一點 但是義大利很好玩的 大家可以來 我們超愛義大利的 嗯 火車又很準時 火車超準時 好 那希望大家會 喜歡義大利的蝦聊 跟Paradise的beach 掰掰